台湾棒球的实力是真的吗 十多年前亚洲棒球排名还是日本、韩国、台湾的顺序 老实说原本以为是运气 但其实台湾队真的很厉害 韩国夫妻 哈喽我是米宝妮 是韩国人 昨天有一个超棒的消息 大家都应该知晓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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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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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to Taiwan Let's go to Taiwan 那就是2024世界十二强棒球锦标赛 台湾队夺冠 真的是太厉害了 恭喜台湾队 其实最近我们韩国夫妻有一些新消息 所以正在制作新片 但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我们不能错过 所以我们决定先做这一支影片 大家都知道 在这次2024十二强中 韩国队早早在 小组赛中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为台湾队加油 刚开始 因为日本队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说实话 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但到最后 台湾队漂亮的击败了 日本队夺冠 真是普天同庆 这么困难的事都能做到 台湾队的表现 真的让很多韩国人都感动不已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韩国人对台湾棒球代表队的留言反应 台湾棒球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恭喜首次夺冠 恭喜台湾队 这次比赛展现的实力真的令人惊艳 台湾棒球的实力是真的吗 赢了美国 还赢了日本 太厉害了 台湾棒球打得超级好 让我看得非常过瘾 台湾队最令人感动了 你们是世界级的冠军 恭喜 那充满激动的泪水 是能超越国籍的 真的让人非常感动 想起我们的选手 过去也有这么拼命的时候 好怀念啊 台湾选手真的很棒 十多年前 亚洲棒球排名还是 日本、韩国、台湾的顺序 但现在台湾已经远远超过韩国了 说明他们培养棒球人才十分尽心 可以把台湾的投手请到韩国吗 看完韩国队的投手 再去看台湾队的投手 除了哇 什么都说不出来 想夺冠就必须有渴望和斗志 投打都毫不畏惧 在打席上坚持到了最后 今天的台湾就是这样 非常有资格拿下冠军 台湾队恭喜你们 这次比赛让我看到三件事 一、虽然决赛输了 但日本队还是很强 二、令人惊叹的台湾队进步 三、锦底之蛙的韩国队 韩国棒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完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韩国队未来真的很难赢台湾队了 无论是打击、投手实力还是防守 台湾都高出一筹 老实说原本以为是运气 但其实台湾队真的很厉害 除此之外 还有数千则留言向台湾队表达祝贺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留言中充满了对台湾队实力大增的羡慕 与肯定 也有不少韩国人要求韩国队要面对和反省目前实力的内容 可以看得出来台湾队在这次比赛中展现出的斗志和实力 真的让韩国人刮目相看 总之 这次的12强以台湾队的夺冠完美落幕 再次恭喜台湾队以及台湾民众 你们都是英雄 真的太赞了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我们很快会更新新的消息 希望大家期待下一支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